人生之路,犹如船行大海,总有波澜和起伏,人不可能永远都一帆风顺,即使在有本事的人,也难免会有遭遇低谷之时,但人生中的许多困境,其实都因人而起,因人而生。 若想摆脱人生中的逆流,乘风波浪,几沧海,但懂得顺势而为,趋利避害,化解或避免一切与己不利的因素,写了所有可与我有用的助力,方是最为智慧的做法。 古代奇数处世玄境中便有处世的四个要点,学知必将受益匪浅,人生骆驼时,背书十六次口诀,足够有福气的人。 一,术正无人,俗话说,饶术也是一种美德,做人当有海量。 可容人那人,世间并无真正完美的人,即使是古代的圣人,也会有犯错的时候,每个人身上也会有优点和特长,同时也会有缺点和不足,立场和角度的不同,会造成对统一事物在处理方法上的不一样, 人不可能苛求大家的行为和方式都和自己一样,而是应该学会求大同,恕宽容,若反事都能做到,以恕己知心恕人,又何来人情间的怨戏呢? 二,何者无求,古人云,有和气正必有预设,一个人若态度温和,待人和气,则定能与别人和谐相处。 自然每日都会有快乐舒适的心情,少有争执和烦恼,人之一生,以平和之心处是非常重要,人都是相互的,你为别人付出真心和善意,别人也会对你抱以恩情和礼拜。 今日,你话敌为友,和尽了双方间的矛盾,日后便可能成为共同合作的伙伴。 然而许多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,平日争强好胜,咄咄逼人,完全不顾忌别人的感受,有时候明知道得罪了人,也不懂得收敛的自己的行为,依然我行我素。 这样的后果,只会为自己招惹更多的仇恨和敌人,为自己的人生添堵,为自己的事业填斑,得不偿失。 三,忍者无俗,一个人真正的本事,不是看他得意时有多疯光,而是看他受辱之虚有多隐忍,人生很长,无需因为一气而争一时的圣诞荣辱,应该将眼光放到更远的地方。 暂时的忍绕和退避不是无能的放弃,不非局势强弱的逞能才是可悲的愚蠢。 春秋时期的岳王高剑战败,与吴王夫差后,被吴王安排去喂马。 这对异国之君来说可谓是奇耻大俗,但是高剑却将所有的去属都强忍了下来,我心抗胆十余年,发奋突强,终于打败了吴王夫差。 不仅一雪前耻,还成就了自己春秋霸主的威名。 四,忍者无敌,忍者,指的是有德行,有人意,有杀心的人。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,道德的力量从不会被削弱。 那些落马的贪官,无良的奸商,凶恶的流氓以及卑鄙的小人,他们都缺乏人者应有的善良和正直,所得的利益都是经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。 即使曾经风光无限,也终会受到因果报应,为所做的坏事付出代价。 孟子曰,以德夫人者,忠心愿而成福也,得心崇高的人,无论何雪何地,都能汇聚人心,得到贪人的谢赖与追随。 正如三国师的刘备,刚出道时不过是个编草鞋,没钱没事,根本无法与曹操,孙权这样的势力匹敌。 但他以自己的人被感召天下百姓,吸引各路良才的偷背,靠着这股人心,才建立起了蜀国的大业,人心奇,泰山仪,若众人都愿意站在自己这边,帮助自己,提供力量,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